男人拿出一块烧红的烙铁 刮娃子被吓得瘫倒在地 他叫吉姆 因为体型瘦小经常挨欺负 不过这次男人可不是来欺负他的 而是要给他印上一个护身符 只要拥有这个印记 那就是黄石的家人 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他 听到这儿 吉姆扯开大波领子 男人也是毫不留情 用尽全力怼了上去 好家伙 一股了珠毛味 随后男人拿出一盒药膏 让他明天去农场报道 第二天一早 吉姆来到黄石农场报道 农场主老约翰为了让他更像牛仔 特意给他安排了一节牛仔速乘客 殊不知这就是个坑 因为老约翰已经被这匹马摔了无数回 他得出一个结论 这不 几人将吉姆的手脚绑得严严实实 顺便告诉他千万别松开这个绳子 接下来就是一段闪断妖子的精彩表演 黄石的人就是这样 硬有烙印的只有他们自己可以欺负 外人想动他分毫都不行 当天晚上 吉姆回到宿舍一动不动 那脚丫子属实让人睁不开眼睛 室友让他去洗 可他连抬手指头的力气都没有 争执中 室友不小心看到吉姆的烙印 瞬间停止了动作 虽然他们同样是为农场打工 可硬有烙印的就是黄石内部人员 谁也不可轻易招惹 但偏偏有人不信心 这天吉姆和公友一起走 男人在身后故意办了他一下 吉姆转身上去理论 结果被一炮子掀翻在地 再一击勾拳打中苦打 听着拳头和脑袋关猛烈的撞击声 可以断定 这每一下都是暴击 男人算是打过了一个 殊不知他已惹下滔天大火 就在这时 黄石战神李浦突然出现 一记暴摔将男人放宝 刚刚还在耀武扬威的男人 在他手里就像个小鸡子 随后李浦恶狠狠地告诉他 接着他露出吉姆的烙印 警告众人谁在感动 有烙印的人后果自负 黄石人是出了名的互动 而且他们势力极为庞大 农场的占地面积数千公里 是全美最大的私人庄园 就连上厕所都得用直升机往返 农场主老约翰手下 更是步伐精兵强将 当天晚上 一个老牛仔送那个 打了吉姆的男人去火车站 殊不知这就是他人生的终点站 老头把汽车停在悬崖边上 男人的行李直接被他扔了下去 第二天 吉姆带着女友来到酒吧 这小子可能天生自带挨揍体质 有人想聊他女友 说完还告诉女友自己是黄石的人 他们不敢拿我怎么样 屋内的队友看到吉姆被欺负 纷纷上前帮忙 无奈对方人多势众 几人被一顿砍瓜切态全部放倒 回到农场 看着几人被打得鼻青脸肿 凯哥简单论了下地址 转身叫上黄石战神离谱 这个场子今天必须找回来 这也是黄石人的宗旨 报仇从不隔夜 他们将卡车顶在酒吧门口 放出后备箱的大黑牛 好家伙 只听屋内求救声和骂声连成一片 李普则带着兄弟们堵在门口 至此刚才参与打架的瓜娃子全员团灭 随后李普带着人进入酒吧 他警告老板 他保证在有这种情况就一把大火烧了这里 这就是黄石人 他们嚣张跋扈且极度互短 但偏偏势力还大得可怕 他们的背后是一个数千公里的巨大庄园 农场主老约翰更是人脉通天 现在的黄石可以说有人有权还有钱 无论是谁都要让他们三分 现在唯一和他们不对付的就是相邻的印第安保留区 新上任的酋长狗丹为了地盘 跟黄石屡次产生摩擦 直到这天 双方的矛盾彻底爆发 黄石农场的牛突然全都跑到柵栏外 那边正是硬区地盘 看着现场人为损坏的柵栏 老牛仔气不过就要去夺回牛群 可一个硬币安人一把将他按倒在地 原来硬区有一条规定 只要有牲畜跑进保留区 牲畜的所有权就归他们了 看到自己人被欺负 农场主的大儿子小李掏枪上前 很快 此时惊动了农场主老约翰 他驾驶直升机赶到现场 看着眼前的一切 他不用猜都知道是硬区搞的鬼 老约翰了解了状况转身离去 这可不是他怂了 既然硬区赶点火 他就让对方常常来自黄石人的愤怒 开头就说过 黄石人报仇从不隔夜 当天晚上 大部队浩浩荡荡地挺进保留区 老约翰则在直升机上运筹帷幄 双方大战一触即发 不料硬区警员早已在这等过多时 他们深知黄石人瑕疵必报的信用到 在老约翰的指挥下 黄石人立刻回车 他则利用直升机吹起的巨大烟雾为他们饶 可他的大儿子小李在撤退时遭到袭击 娃娃子刚准备上前补刀 好在二儿子凯哥及时赶到 上去就给对方来了一套拳马符 转过身 大哥早已停止了呼吸 第二天清晨 凯哥带着小李的尸体返回农场 老约翰看到这一幕 让凯哥先回家 自己则带着大儿子去了家族的栖息之地 他抱着小李 这一刻谁又能体会到他的心酸 这次看似印区略胜他们一筹 殊不知他们的阴谋诡计彻底激怒了黄石人 老约翰暗自发誓 要动用所有关系对印区全面开展 一个场面告诉你黄石的人有多好 凯哥为了拔一颗树桩 猛踩油门拼命地拽 不料拖拉机一个盗栽葱摔个跟头 气得他猛踹发动机 然后拿出一桶炸药放在树桩前 告诉儿子捂住耳朵 张大嘴 下一秒 好家伙 树桩是没了 却意外炸出一副霸王龙化石 随后又带着儿子来打把 海豹突击对出身的凯哥百发百中 他在家里玩得高兴 殊不知他老爸还在外面给他擦屁股 一天前黄石和印区开战 双方各死一人 本来一命抵一命之事就算过久 不料法医结果出来后 发现印区的死者凶手另有七人 而且有两名警员看到是凯哥 把大儿子的尸体带回来 一切的矛头都指向了三儿子 这可不行 一旦通报上去 到时候他发生连这个儿子也保不住了 于是老约翰动用关系 让两名警员主动闭嘴 但法医那块就有点棘手 由于报告已经交到印区安人首领 他们只能选择让印区死无对证 这事儿老约翰让黄石战神离谱去做 因为他办事很温妥 法医看到是黄石的人 自知大事不妙 他拿起电钻天真的就要动手 结果离谱哭吃就是一个大铁盘子 还敢反抗 直接让他建大帝 然后用十字顾送其领和饭 再制造出意外事故的现场 一套操作行云流水 接着老约翰命人连夜火花大耳朵 至此所有证据被全部销毁 这就是黄石的手段 惹了他们的人没一个友好下场 而接下来就是印区的酋长 这天酋长刚出保留区 就被一群警员团团包围 很明显这是提前准备好的 酋长被换上一身球服进了耗子 很快老约翰跟他见了面 他就是要用这种手段告诉对方 你也就是在保留区好使 除了保留区你没有任何资本和我懂 还警告他 酋长无所谓的笑了笑 他表示牛群可以给你 但等你死后 你的子女付不起高额的遗产税的时候 我就会出手买下盟场 推倒所有栅栏 让你和你家族的痕迹彻底消失 就像当初你们赶走印第安人的样子 老约翰不在意地告诉他 如果不还牛群 你就该在监狱发挥想象力吧 话是这么说 但他出门就联系了高层人 为了黄石的未来 他必须要制定一个长久的策略 第二天清晨 定区就把牛群原封不动地送了回来 酋长也恢复了自由 黄石的人就是这样 表达愤怒的方式很直接也很特别 这天凯嫂走进一家白人服装店 一进门 金发妹就因为她的肤色一直盯着看 殊不知就是这个眼神 一会儿就让她付出惨痛的代价 看到保安守住门口 作为顾客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凯嫂转身准备离去 不料金发妹怀疑她偷了东西将其叫人 还让店员报了警 凯嫂见状掏出手机 拨通了大姐被撕的电话 嗨 我需要帮助 你为什么叫我 为什么叫你 因为我男生来到这里 得到位置信息 贝斯立即出动 随后警员赶到现场 犯了背包没有任何发现 但金发妹认为应该来一个全身检查 记住这副嘴脸 一会儿有她好受的 凯嫂无话可说只能配合调查 金发妹则偷偷拿出一枚戒指扔在脚下 警员经过一番搜索 凯嫂被逼无奈脱去全身衣物 还是没有发现 接着还要求她脱去内衣 这段不好看 我先替你们看了 就在这时 大姐被撕才姗姗来迟 店主看到贝斯谎称已经打烊 直到她看到是一间光不出溜的地戏 贝斯的眼里简直要喷出火了 警员看到是黄石的大姐 灰溜溜地站到一旁 她让蒂西穿好衣服 然后指着两人说 两人自知踢到铁板 连忙离去 凯嫂看到事情结束并不想继续追究 但以大姐的性格自然不会善罢担心 她将门牌翻到停业状态 然后给金发妹上了一堂人生课 接下来的操作简直让人心旷神明 她一边砸店 一边以其肉体为半径 精神为方程 展开一段猛烈的沟通 大姐让她把衣服脱了 否则这家店就不要再开了 看到这儿 对贝斯的评价就是一个字 潇洒 青发妹刚刚是怎么羞辱她家人的 现在大姐就要识被奉还 没有任何理由 就是以识压人 但善良的凯嫂看不下去 她出声制止 看似在要她一个道歉 实则是救了金发妹一命 这个火车站是黄石的口口产 一般只人生的终点站 这天凯哥带着儿子兜风 途中偶遇一台可疑的陌生车辆 她拿枪慢慢靠近 幸意外发现一名被绑少女 好家伙 这一身好悬梅给她老爸送走 好在凯德出身海报反应极快 对方看到是硬茬子开车就跑 随后他将儿子藏到一处管道 自己则开车追了上去 这就是为啥都不让爸爸单独带孩子的原因 管道里的男孩一转身 竟发现一条正在度假的响尾眼镜舌 男孩拿起石头就砸了过去 但却没有打中 面对这个占了自己地盘 还攻击他的家伙 响尾也是毫不留情 这边拼命地咬 另一边拼命地揣 不知过了多久 当凯哥回来时 发现儿子手中竟然多了一条上百斤的大蛇 不愧是自己的儿子 而凯哥刚刚也没闲着 为了救那名少女 他利用手中的绳子勾住胆子 让其脑瓜和大地来了的亲密接触 当场隐恨东北 凯哥想要报案 可女孩不想透露自己被欺负的过程 他只能先清理了现场 然后送女孩回家 女孩家人得知这一情况 连夜和凯哥处理了尸体 一把大火毁尸灭迹 可天有不测风云 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在这里施工时 不小心挖出了人骨头 应区警方和酋长同时赶到现场 并勒令他们暂时停工 经理表示误了工期谁来负责 酋长听到拿起腿骨嘎嘣就是一想 这下儿跟亲近了 随后他们通过对死者体内子弹的分析 判断凯哥就是干掉他们的人 很快他就被应区警方请来喝茶 老约翰得知此事 立刻派出二儿子杰米带他回来 这边凯哥交代了前因后果 虽然他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 但毁尸灭迹难逃罪责 这时杰米赶到现场 因为是通过弹道判断凯哥跟此事有关 他表示要看一下扣押武器的搜查链 但警长却表示不需要搜查链 弹道有档案记录 他不明白民用枪械怎么会有弹道记录 那这更加说不通了 警长竟然拿工用枪械和平名交换 然后以这个为把柄说的众人哑口无言 最终在他一阵鬼迷日眼的说辞下 好家伙 这嘴真昧白掌 在酋长的授意下 双方交换了枪管 现在唯一的物证也没有了 凯哥当场无罪释放 经过这次事件 酋长不得不重新审视黄石农场的实力 他们不知道自己闯进了谁的领域 这里可是黄石农场 面对强词夺理的外来入侵者 老约翰直接教他们做人 但他这么做主要是因为不远处那头棕熊 这帮人一直不走很可能会被他团灭 棕熊给农场带来很大危险 但他又是冰威动物 让牛仔们摸不得碰不得 这天吉姆在树林遛马 偶遇棕熊被骑一路狂追 无路可跑得他爬上一棵随时可能会倒的小树 棕熊看到食物疯狂摇动 就等吉姆撑不住落入嘴中 好在不远处的队友听到求救声 他们利用绳索将其套筒 吉姆这才得救 话说自从他被印上黄石的闹鱼 不是被人揍就是被畜生追 甚至传出一段经典名言 黄石人人都在秀 只有吉姆在挨揍 此事传到了老约翰这里 为了牛仔和牛群的安全 他派出黄石战神李普去赶棕熊 好不容易找到目标位置 半路却听到有人在求救 他走向悬崖边上 原来是两名游客为了躲避棕熊跳了下去 李普拿出绳索 他告诉女人一次只能上来赢 可他却想将机会让给男友 李普的是男友也这么想 两人激头白脸一顿让 结果女人意外失足坠往 李普让男人抓紧绳索 但男人已经心灰意冷 随即松手前去跟女友会合 李普还没反应过来 转身又碰到朝他扑来的宗球 好在他是黄石出了名的快枪手 很快 周景过来处理了现场 警长怀疑李普在这里非法狩猎兵为动物 两名游客看到被他扔下悬崖 老约翰一听就是有人栽赃陷害 竟然连自己一手提拔的警长都倒得相向 李普也是白嘴难辨 没多久 动物管理局的人找上门来 李普准备亲自带他去看现场 一见面 女警官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随后两人出发前往现场 可李普看到对方马屁股上也一只蛮 他好心提醒却被女警无视 结果下一秒 李普连忙追了上去 当他找到女警时 他已经被摔到地上 身体也被栅栏洞穿 这下事情麻烦了 他绝对不能死在这里 否则自己就算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他立刻呼叫农场派来直升机 为了防止造成二次伤害 李普剪断铁丝网放走小马 然后抱着女警将栅栏连根拔起 剧烈的疼痛让他不得不相信眼前这个男人 好在直升机及时赶到 女警也成功过久 可就在第二天 他们再次赶到现场时 棕雄早就被野兽啃得干干净净 证据被毁 现在只能通过双方的站位 判断李普是否属于自我 可在他描述的位置根本没有大可 这说明李普在撒谎 只有老约翰看出端倪 他拿来自己的猎枪 按照李普当时的站位开了好几枪 无一例外弹壳全都掉在原地 他知道李普不会对自己撒谎 细心的老约翰看到警长的手不太自然 于是让其掏出兜里的东西 果然是李普掉落的子弹 警长见状谎称自己忘记了 动物管理局的人判定双方距离构成正当防卫 但警长却依旧不肯罢休 老约翰只能说出自己调查的事情 听说你最近买了整整一车海参 比你警长的工资负担得起吗 那可是明星球队养标用的 老约翰有些无奈 自己亲手培养的人敬党背叛自己 看来他必须做一些事情 让人们重新认识一下黄石了 一群机车党正在开party 黄石牛仔告诉他们这里是私人农场 可大胡子却毫不在意 反而还嘲讽他们是一群乡巴佬 他们不知道就是因为这种 自己将要付出血的代价 双方一言不合就拍半 但因为人数上的劣势 黄石的人很快落入下风 被一顿拳打脚踢 这时战神李普碰巧路过阵 看到队友被一群人蹂躏 暴脾气瞬间上岛 随后拎着铁棍走下车 瓜娃子则掏出小小刀 李普上去就是一钩子 老牛仔一个反手扎在他屁股上 在黄石战神的带领下 局势瞬间扭转 一个瓜娃子拿枪吓唬李普 不料李普不躲不闪 上去一把拿下 再接一炮 李普朝大胡子走去 这就是王者段位的压迫感 好汉不吃眼前亏 一群机车党会溜溜地走出农场 他们何曾吃过这么大亏 老牛仔提醒李普 他们肯定还会回来的 果然在当天夜里 这群瓜娃子再次返回农场 他们人手两桶气候 竟然想一把大火烧了农场 不料在这里碰到农场主老约翰 大胡子等人不慌不忙 这次他们可是有辈而来 老约翰跟他们讲道理 话音刚落 一道道亮光从四面八方传来 黄石牛仔们手持加特林将他们包围 老约翰则是拿出早就准备好的铁锹 大胡子后悔了 可现在想走太迟了 老约翰让他们自己动手挖坑 看着时间差不多了 大胡子蒙圈了 他连忙求饶 自己尚有老下有小 请大佬高抬跪手 老约翰自然不会跟瓜娃子一般计较 然而拥有全美最大的私人装面 麻烦是远不止这些 相邻的印第安保留区 基于黄石农场这块保地 酋长主动找到地产开发商单哥进行合作 表明要在黄石农场附近 开发赌场商场和高档元素 他可以提供运转资金 这样就可以提高农场土地的价格 到时候高额的税金就会拖垮老约翰 但酋长属实小瞧了黄石的手段 他们的狼子野心已经被实事监听 老约翰得知这一情况 给战神离谱下达了一步命运 这些问题都必须要离开 得到指令 第二天离谱带着人找上了地产商单哥 看到是黄石的人 单哥吓得把腿就跑 结果一头扎进凯哥怀里 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他带走 来到郊外 单哥被吊在脖子上 得知对方想知黄石于死地 作为老约翰的儿子 凯哥再也无法压制心中的怒鲁 大姐夫离谱五粒之暴飘 在这个以武为尊的西部 他就是神一样的存在 他还有一句经典名言 大姐被司则是抵御十足 价值千万的农场说买就买 就是这样一对 人人都羡慕的神仙圈女 可大姐夫最近却有了烦心事 因为她发现新来的牛仔 三番五次找被撕完流血 头顶大草原的离谱 为了农场和平整气吞声 但她发现自从两人好上 这个小胡子就多出一股优越感 帮吉姆报仇的时候 所有牛仔都动了手 只有她在一旁运筹帷幄 还有维修栅栏自己都在盗 她却在一旁休止下 离谱只是让她过来打下手 小胡子立刻嘴了回去 殊不知之出中了离谱的秘密 你做就做吧 这种事竟然还网出说 上去就是一炮子 小胡子拿出小刀 两人一言不合就要开干 老牛仔健壮上去拉天价 这场草原之战才告一段落 不过小胡子也算过一起 至少人家一个月 没用农场九万的电费 随后他收拾东西就要辞职 路上碰到老约翰 就这样小胡子留了下来 听到他去而复返 离谱一脚踹开公棚大门 彪汉的大姐夫不需要解释 他今天必须教训这小人 好在凯格及时赶到 听到是老约翰叫他 离谱这才挺爽 他是老爷子唯一信任的人 为此老约翰请他教凯格管理农场 在此之前农场一直都是大姐夫管理 但他很快就摆正了心态 毕竟凯格才是他的亲儿子 当晚就拿着行李和凯格互换了宿舍 他主动来到公棚居住 一时间众人有些蒙圈 因为在他们的认知中 离谱在农场的地位仅次于老约翰 第二天 牛仔们聚在一起放牛 大姐夫故意挑衅跟他有过节的小胡子 两人在丛林中你追我赶 小胡子既不如人飞了出去 眼看他就要命葬马蹄 凯格及时出现拦下离谱 原来他就是要找一个借口和凯格决斗 让他在所有人面前战胜自己树立威望 方便日后接管皇室农场的管理权 不得不说 离谱为了农场真是鞠躬尽瘁 两人的大战在牛仔们的注视下一触即发 一开始两人打得有来有用 你打我一拳 我打你一泡子 凯格甚至略占上风 不过战神的名号可不是白叫的 转身一记报摔僵器放倒 上去一套王八拳呼到脸上 此时场内的战斗已经进入白热化 双方体力严重透支 能扛到现在拼的就是耐心 凯格赢了 因为结局早已注定 老约翰也不得不默默低下头 随后凯格说出了皇室的经典名言 离谱也在一场大战中完成交接 要想让凯格树立威望 他必须削弱众人对自己的依赖 只有老约翰知道他付出了多大代价 为此豪横的大姐被斯根父亲大吵一架 试问他们凭什么只因为血缘关系就否定了离谱 出来后 他心疼地安慰离谱 没想到他将此事看得很开 这又何尝不是现实中没有背景 无论付出何种努力和真心 上位者只需要一句话 就能否定你的一切 男人走在大街上 两个瓜娃子上去就要过路费 看到自己被无视 一把打飞了男人的帽子 殊不知就因为这个举动 两人搭上小命 吉姆转身就是一记百拳 趁着对方没反应过来 立刻回到车上 并让队友赶紧开车 不料瓜娃子还是追了上来 看到吉姆被欺负 队友直接放出大招 防狼喷尽 好家伙 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就连吉姆都被剥剪了 但好在是摆脱了追击 不得不说吉姆也真是倒霉 别人印上黄石烙印一个鼻的梦 他自从有了烙印不是挨揍 就是在挨揍的路上 但这事还不算晚 那两个瓜娃子不敢去黄石找事 就来找他爷爷 他还以为两人是吉姆的朋友 刚要握手就被一拳放倒 接着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打得浑身直冒白烟 第二天 爷爷颤颤巍巍地站到吉姆面前 吉姆知道不能再拖下去了 于是找老牛仔学习如何赚外款 他这才发现自己的技能竟然还能赚钱 在这个竞技场上 只要能在马背上坚持八秒 就可以获得奖金 随着栅栏打开 吉姆的隔夜饭差点给颠出来 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 这个瘦小伙估计坚持了八秒 还成功拿下了这件金牌 获得的奖金足以够他还债 隔天他就把钱还给了瓜娃子 吉姆这次没有理会对方的嘲讽 但因为上次队友 喷了他们一脸防狼喷起 瓜娃子要他那块奖牌当作补偿 吉姆只能选择稀释宁人 可让他想不到的是 这天爷爷还是出事了 警员找到吉姆便问道 你爷爷最近是不是遭到袭击了 他大脑中一条血管破裂导致当场去世 听到这个噩耗 吉姆气疯了 自己拿了钱他们竟然还要动手 他拿出猎枪就要去报仇 路过的李普将他拦住 并让他冷静一点 想要报仇也不是这个方法 这火瓜娃子只能自认倒霉 李普要拿他们杀鸡进口 同时警告所有人别轻易招惹黄石 当天晚上 李普带人拿着煤气罐 来到瓜娃子的住处 看到几人睡得正香 他们用电钻打出小口 再将软管塞进去 然后打开煤气阀门 可吉姆不甘心让他们死得这么舒服 他进去拿走自己辛苦得来的奖牌 对着脑袋瓜哭吃就是一脚 再朝面门一记爆喘 这才离开房间 瓜娃子反应过来追出门外 这就是黄石的手段 他们报仇从不隔夜 然而偏偏有人跟他们过不去 农场也迎来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 一夜之间损失数百头牛 农场的利益遭到破损 这是什么情况 老约翰竟然让手下一把大火 烧了自己的农场 农场可是他的命根子 看得出来 他的心都在低血 此时老约翰下定决心 一定要揪出幕后黑手给黄石寄起 原来就在一天前 农场空降无数草料 牛子一看不吃白不吃 哭哭就是一顿血 第二天 凯哥像往常一样巡视农场 竟然发现一头公牛好像快要生了 连忙上前查看 李普拿出小刀轻轻捅了一下 结果那场面就跟喷泉一样 很明显是得了胀气 可问题来了 牛群都是他们精心喂了 怎么可能出现胀气 就在几人疑惑时 凯哥发现前方惊人的一幕 农场的牛群竟然在一夜之间全都死 老约翰得知这一情况立刻赶过来 经验丰富的老牛仔找到原因 农场里竟然出现了木须草 牛子一旦吃了这种草 得不到及时救治就会胀气而亡 虽然现场没有留下证据 但老约翰心里已经有了怀疑的目标 很快警长带队赶到案发点 他发现周围没有轮胎的印记 而且围栏又离得很远 以人力根本不可能扔过来 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飞机进行投放 老约翰怀疑是丹尼尔干的 一是他有这个能力 二是因为他和印第安酋长 一直对皇室农场俯视眈眈 而且两人现在正举行动土仪式 准备在皇室农场周围建立高档别墅和补场 以此提高农场的土地价格 企图用天价税金压倒皇室 老约翰自然不会坐以待避 他让警长授权凯哥携带枪支 然后交代两个儿子 但现在首要的问题是处理木须草 为了防止他们在这里扎根 老约翰当天晚上就让手下一把大火烧了农场 看着传承了上百年的土地 他的心都在滴血 既然有人敢招惹他们 那就准备好迎接皇室人的手动 隔天一名警员就堵在了丹尼尔家里 对方看到情况不对立刻掏枪 就在双方对峙时 凯哥从天而降 一招制服了丹尼尔 海豹突击对出身的他 要用自己的方式对其审问 不料他前脚刚上楼 丹尼尔的贴身保镖就假装维修工靠近 警员刚放松警惕就被一炮子放投 接着将其扔进后备箱 屋内的丹尼尔一直说话吸引凯哥的注意 但他属实低估了凯哥的实力 丹尼尔拿枪对准了凯哥 好在警员及时出现 原来保镖刚刚忘记拿走他的钥匙 怒气爆表的凯哥一把抓过丹尼尔 必问他农场的牛是不是他杀的 凯哥从他的眼神中看出 丹尼尔并不是幕后黑手 可不是他还能是谁呢 凯哥将此事告诉了父亲 老约翰也不得而知 这天两兄弟闯进皇室农场 战神李普问他们有何指教 对方指明道姓要找老约翰 这时瓜娃子上前阻拦 转身就是一击暴摔 队友看到上前帮忙 结果也是被一拳放倒 瓜娃子掏出手枪 另一人拿出甩棍 对着脑袋瓜哭吃就是一想 这下给黎普打几眼了 就在双方对峙时 老约翰替他捡位 通过了解 原来两兄弟是来找他谈合作的 因为应区酋长和开发商丹尼尔 要在附近建谷场 他们也想分一杯羹 得知对方的意图 老约翰果断拒绝 他知道贝克兄弟的口碑 跟他们合作的人 没有一个落到好下场 两兄弟吃了闭门羹 转身又找到应区酋长 要求在建设的赌场内放置老火鸡 达到双方共赢的效果 显然酋长也知道他们的品性 自然不会妥协 殊不知就是这个镜头 酋长损失了自己最好的核冠 案板上的一只手 就是对他最大的警告 这分明就是要开战的节奏 随后贝克兄弟 又对他的搭档丹尼尔发出制裁 不仅吊销了营业执照 还没收了所有酒品 断掉他们的现金流 对此丹尼尔也是敢怒不敢言 接下来就是黄石农场 贝克找到大姐贝斯 试图让他说服老约翰跟自己合作 殊不知黄石大姐出口成赃 一个字 滚 贝克转身离去 不料当天晚上就出事了 看到走廊外有人银赏过 贝斯立刻拿出手机向李普求救 助理被一炮子掀翻在地 他们正是贝克派来的打手 贝斯将小小刀藏到身后 黑衣壮汉一把掐住他的脖子 结果被一顿戳戳戳 他们显然小看了黄石的大姐 但他终究是一见语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还是不堪一击 刮娃子上去就是一拳 一点不懂得怜香惜语 与此同时 大姐夫李普正朝这边全速奔起 可贝斯的电话却始终打不通 就在刚刚 两个蒙面人突然闯进办公室 贝斯见状马上向李普发出求救信息 随后拿走水果刀藏在身后 歹徒进来后一把抓住他的脖子 下一秒 贝斯虽然出其不意重商量 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他还是难以抵挡 而此时大姐夫李普还在赶来的路上 在打了多次电话均无人接听后 大姐夫彻底忘了 这边歹徒将他和助理绑在一起 这是一旁的队友因失血过多发生昏迷 歹徒的情绪也开始失控 关键时刻李普终于赶 贝斯为皇室战胜 并扛两枪迅速近身 很快便结束了战斗 狄普忍着疼痛打电话求救 愤怒的大姐直接拿起烟灰缸 将歹徒的脑袋刮杂的稀巴烂 很快老约翰带人赶到现场 在商业利益的斗争中 动了他的家人 这无疑是在挑战他的底线 经过调查 老约翰得知之前的牛群死亡事件 也是贝克兄弟搞的鬼 如今薪酬加上救费 接下来老约翰要让两兄弟血债血偿 于是第二天一早 贝克老大就收到了一份大礼 手下被杀 贝克得知事情已经败利 于是决定一不做二不休 他们要从老约翰最爱的人开始下手 与此同时 老约翰将酋长和丹尼尔约到农场 由于贝克兄弟对三人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失 三人决定搁置纷争 一致对外 可就在当天晚上 老约翰的孙子突然失踪 黄石全员出洞展开地毯式搜索 整整找了一晚 凯哥也只找到儿子的一只鞋 很明显小凯是被人绑走了 而贝克兄弟的报复才刚刚开始 画面一转 丹尼尔的保镖被无声干掉 杀手正要打开门锁 碰巧被屋内的丹尼尔察觉 意识到危险 他连忙拿出手枪躲进衣柜 随后杀手逐步向衣柜走 成功解决两名杀手后 他如果心生地走到外面 怎料外面还有一名杀手 就这样当场领了盒饭 很快老约翰得知丹尼尔被杀 马上通知酋长留在保留地内注意安全 与此同时 老约翰为了个孙女 动用黄石家族的力量展开行动 贝克老大刚出门 就被警方拦在路上检查 没有发现小凯的身影 这才放他离去 发现自己已经惹怒了黄石人 连忙通知弟弟离开住宿 但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在家运筹帷幄的老约翰 得到警长情报 立即让凯哥潜入贝克家中 这对于海豹突击最出身的他来说 简直就是手到擒来 很快便找到在厕所刷抖音的老二 经过一番逼问 老二很快就说出了小凯的关押地 那是当地的一处云冰 但这可由不得他 随后凯哥拿起老二的手枪 对着门外打出几枪 伪装成反抗拒谱被击毙的现场 另一边 老约翰拿出一封信交给贝斯 这是一封给李普的信 他表示对自己之前的不公心怀欠语 但自己其实早就在心里 把他当成儿子 还送给他一套属于自己的方法 一封信和一套房 就让这位战神痛哭流涕 当天晚上 所有人员全副武装准备攻打民兵组织 酋长也派来高手助阵 看看黄石农场的人是怎么打仗的 几个敌人当场隐喷吸毒 海豹突击队出身的凯哥 作战经验也是十分丰富 打开木门消耗对方火力 然后迅速闪身进行收割 进入屋内首先找到民兵头目 这下线索又中断了 幸好老约翰在外面发现逃跑的贝克拉拉 面对伤害自己家人的罪魁祸首 他绝不会手下留情 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下 贝克老大最终没能撑住 收出了孩子的下落 很快在警方的帮助下找到了孩子 最后在卫生监狱缸里找到孩子 除了受到点惊吓 身体没有任何伤害 随着贝克兄弟下陷 黄石的危机暂时解敷 不过拥有全美最大的私人农场 黄石家族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一个场面告诉你 黄石的人有多么爱惜自己的土地 这天两个瓜娃子在农场周围放牛 李普带人前来警告两人不要越紧 好家伙 瓜娃子上来就要和黄石战神动手 结果刚落地 接着一个狗啃屎将他送出围来 老头还不服 领导告诉黎普我们还会见面的 但两人并不认识 不过看他对农场怨气这么大 应该是跟自己的老板老约翰也过节 果不其然 这天老约翰来喝早茶 碰巧看到这对父子 这时瓜娃子听不下去 看他岁数大 上去就要动手 结果 要说他也真是不长记性 知道他是黄石的大佬还敢动手 不过这次老头并没有发作 拉起儿子转身就要走 还告诉他想打架换个地方 我陪你打一天 看得出来 老约翰并不想真的动手 直到这天发生一件事 农场的老黑正要和女友洗个鸳鸯玉 两个瓜娃子竟然死死盯着他女友 女人告诉他们这块可不是免费观看的 不料这对父子不讲武 骑着马就冲了下来 老黑上前保护女友 结果两人被马死一顿箭塔 这种感觉只有体会过才知道有多绝望 一番戏耍过后 父子俩潇洒离去 不知过了多久 老黑沿着河流找到受伤的女友 这才看到他的脸已经被严重回忆 第二天两人回到农场 得知有人欺负黄石的人 牛仔们一个个整理武器弹药 今天他们必须干了那对父子 离普找来老约翰做主 原来那个名叫伟德的牛仔曾是他的老部下 因为一些事情和农场背道而驰 当初老约翰饶过他一面 现在看来没必要留着他们了 他告诉离普 一定要干净利落 惊识不同往日 命运一下 牛仔们全军出洞 来到农场边缘 小胡子假装一个人来修为蓝 不远处的父子俩立即出洞 因为他们就是被固来找黄石的麻烦来的 看到两人上钩 小胡子把腿就跑 不知不觉进入了黄石的地盘 树林里的牛仔们也不在隐藏 以离普为首相父子俩冲了过去 两人此事想要退却已经晚了 老头被离普一个掏索在下马背 然后以66.6公里的石速搓行领事成绩 另一个瓜娃子学艺不尽 不小心撞到树枝当场隐恨东北 随后离普将老灯绑在树上 老灯被吓得说出一个名字 卢尔克 正是最近想要收购黄石农场的金主 殊不知他说出答案 就已经失去了活着的权利 但在此之前 离普还要替老约翰取回一件东西 不知道这是什么的可以回看第一集 他让小胡子动刀 因为这里属他的刀法最为幸运 这就是与黄石为敌的下场 深冬半夜竟然赶进黄石农场偷牛 这要是被当场逮住 腿部得给他打折了 第二天一早牛仔们蒙圈了 他们还是头一次碰到这种情况 毕竟黄石以热情好客闻名天下 一般没人敢进来偷牛 好在销售渠道就那几个 对方想要瞒天过海也不是那么容易 凯哥负责前往最近的三叉市销售补仓 说干就干几人分头行动来到补仓 他发现一个瓜娃子鬼鬼祟祟 而且看到自己开车就跑了 凯哥健壮骑着马子追了上去 然后上演了一波教科书级别的牛仔专业剂 瓜娃子被死死为主 一人一马硬生生把皮卡拦截 做了坏事受点皮肉之苦也是合情合理 就这样 从瓜娃子口中得到牛群确切位置 凯哥召集人手赶到现场 看到确实是黄石的牛群 便准备对房主进行抓捕 对方也是个硬查 看到畜牧委员会的探员就开单 刚交手就损失两名手下 不过这对海豹出身的凯哥就是小场面 而这仅仅只是一场小小的风格 拥有44万个球场面积的黄石萌场 基于这里的人不在少数 普通人看看就好 但有些超级富豪看看就要买 自从房产商丹尼尔死后 又一个大公司进入蒙大拿州 这间公司你可以说他什么都没有 但唯独不能说他没有钱 至于多有钱 他们张口就要把天堂谷打到成度价城市 并在这里设立机场 为蒙大拿州的经济提供高速发展 而他们的首要目标就是老约翰的黄石农场 如果对方拒绝卖地 公司就会胁迫州政府强行征收 即便州长不配合也无所谓 因为他们完全有实力换一个新的州长上位 殊不知州长和老约翰关系不一般 当天他就将这个情况告诉了老约翰 两人想出一个对策 老约翰联合州长将杰米推上高位 可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杰米已经发现两人不是亲生父子 而且为了拿到农场经营权 在他亲生父亲鬼迷日野的说辞下 心生改意 今天是决定农场归属权的高层会议 但老约翰没想到的是 自己竟然成为众矢之地 儿子杰米作为农场的代理律师 竟然同意了财阀的收购诉求 州长民友也劝他给自己留点钱养老 看来之前就被他给算计 曾经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在今天将自己扳保 就连印第安盟友也没帮他说上一句话 老约翰愤然离场 会议也无疾而终 然而一场针对黄石的计划才刚刚开始 散会后及伙人各怀鬼胎 很显然黄石家族已经成了他们肉中之词 农场更像是一块肥肉 谁都想分得一杯羹 大姐贝斯因为这起事件 正收拾东西准备回农场全力备战 这时助理拿来一件快递就要打开 贝斯连忙阻止 与此同时 凯哥正在给妻子打电话 忽然办公室外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 这边老约翰正在回家的路上 途中遇到一对抛锚的母子 好心的他打算帮忙修理 突然路边使来一辆小面包 还以为是好心人要帮忙 老约翰表示自己能搞定 看来对方是想将黄石家族斩草出盾 这边李普正准备向大姐贝斯求婚 可打谁的电话都打不通 无奈他只能打给杰米 但杰米这样告诉他 李普感到一丝不对 连忙往农场赶去 另一边 老约翰身中竖枪 但好在胸口的电话 帮他挡下致命一击 随后在地上写下行凶歹头的特征 就在失血过多之际 战神李普及时赶到救下老约翰 凯哥这边也是有惊无险 干掉了瓜娃子 只有大姐贝斯生死未果 对方竟然敢这么光明 正大对付人场 他们就让对方知道 黄石家族遭到毁灭性打击 究竟是什么人 能将主场作战的黄石家族打成这样 他们之间又将擦出怎样的火花 这边老约翰被战神李普所救 凯哥也在交火中反杀了瓜娃子 他让凯嫂带着儿子去牛仔宫童 寻求保护 此时大街上布满警力 凯哥接到黎普打来的电话 这才知道父亲受了严重的枪伤 强装镇定地他派出直升机接应父亲 自己则带人去抓那辆蓝色火车 说是去抓 但他却换上威力巨大的步枪 感动黄石的人 看来对方是活腻歪了 根据情报 一群警车朝歹头的方向骑驰而去 很快凯哥就看到了那辆火车 队友提醒他注意安全 但他已经管不了那么多 一脚油门干上去 彪悍的凯哥根本不需要解释 他拿起武器下车疯狂扫射 海豹出身的他跟对面硬钢 完全不讲道理 经过一番火力输出 刮娃子被打得狼狈逃窜 幸存的歹徒还想跑 至此伤害父亲的歹徒被全部歼灭 但他也伸中树枪倒在地上 另一边 凯嫂正准备带儿子离开 不料瓜娃子早已等候多时 他拼命挣扎 可惜凯嫂是皇室唯一不会打架的人 眼看着要隐喷东北 大家别忘了 小凯可是徒手撕过蛇的男人 这边离谱一路赶到目标区域 救援直升机接走了老约翰 皇室农场也是一片狼藉 与此同时 大姐贝斯也在刚刚的爆炸中生怀 因为助理的位置帮他挡下所有弹田 现在他只是看着比较狼狈 贝斯的眼神逐渐变得狠辣 这是皇室家族第一次吃这么大亏 他发誓一定要让敌人十倍偿还 然而还没等他出手 皇室的战神李普就主动出击 而第一个倒霉的就是这个财阀公司的高管 李普淡定地向他走来 高管并不知道他是皇室的人 竟然是其毒五不舍 被咬得高管夺路狂奔 谁让他最近总是找农场的麻烦 没跑几步便当场隐恨东北 或许他下次投胎 就会记着绝对不能招惹皇室的人 但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 这边皇室大姐贝斯找到杰米 一方面是怀疑他跟农场 遭到袭击的事情一关 另一方面则是痛恨他 让自己丧失生育能力 原来在小的时候贝斯意外怀孕 结果杰米擅作主张给他做了绝育 这也是姐弟俩从小就不合的原因 两个月后 老约翰脱离了生命危险 在医生和警方的双重保护下 回到阔别已久的皇室农场 那感觉别提有多好 得知父亲回家 凯格穿着吉利服现身 原来他一直在暗中守护着农场的安眠 不过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老约翰决定从源头下手 他一定要找出幕后真凶 但也正是这次灭顶之灾打醒的老约翰 他认为自己以前的管理方式太传统了 这样下去只会被人骑在头上 于是决定在农场扩展新项目 不惜花费重金组成一支顶级赛马队 只为在下次大赛上拿到冠军 他要让人们想起马的时候 就能想到皇室 与此同时 印区的赌场内 有一个大胡子口口声声说 袭击皇室是他亲手策划的 殊不知这句话给自己惹来杀身之火 很快便哥来到他面前 并且奉酋长之命将其关押 因为酋长要搞清楚 到底是谁动了皇室 纯王齿寒这个道理他是懂的 对方能对皇室下手 日后必定也会对印区下手 酋长让便哥用最原始的方法 撬开他的嘴 这个方法虽然简单 但却十分有效 很快大胡子就招出了幕后黑手 男孩名叫小黑 一天前刚成为孤儿 他狠合大姐贝斯的胃口 男孩对着生儿喂养的父亲张口 就是国粹 这就是他送给混蛋老爸的 最后一句话 话虽然难听 贝斯却对这个 只有一面之缘的小家伙母爱犯了 自己又刚好不能生日 他和离谱也迟早得有一个孩子 为了弥补这个遗憾 他决定今天就是 黄石站神喜当地的大好日子 好家伙 给离谱直接干啥 大姐夫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贝斯给他两个选择 一是留下这个二十年前的你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小黑酷似离谱小时候 而且两人的身世也极为相似 大姐夫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二天 他也是一点都不客气 直接把小黑塞进杂物间 决定第二天就送他离开这里 第二天一早 不料两个人都是火药桶 放到一起准没好事 男孩因为早起被吓了一条 骂骂咧咧咧 离谱也不是惯孩子的家长 然后一脚油门及时而去 看着后视镜里的男孩 跟自己小时候的脾气 长相卢出一轴 离谱罕见地犹豫了 想起当初老约翰给自己的机会 他决定也给男孩一个机会 既然都不会 那就从最基础地做 但农场里任何决定都要通过老约翰的 从此马场里又多出一个蚕屎官 这天凯格传来一个好消息 他找到了之前袭击黄石的人 竟是曾经有过节的自由民兵 对此老约翰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杀光他们 老约翰在家喝着小酒运筹为吾 凯格则借用警力对民兵组织赶尽杀绝 他们深知斩草不出 跟春风吹诱声的道理 这次行动他们不接受投降 这就是招惹黄石的下场 虽然没有抓住幕后那个真正的大佬 但也算出了一口恶气 看老约翰的表情就知道 这事还不算完 这边的事情告一段落 新来的男孩也完成了一天的工作 看着酷似一家三口的温馨画面 贝斯感觉这才是一个家甘有的样子 作为牲畜委员会一把手 凯格来到新邻居家拜访 看来对方还不知道 什么叫做热情好客 你以为他要走 那就大错特错了 看到新邻居 凯格一记黑虎掏心将其放倒 拿着套索直接捆住双手 随后接起正在拨通的报警电话 接着将男人装上车 一路来到农场边界 这里本来是牲畜赶到的必经之路 却让他装上拦路器 男人还理智气壮 其实这也不怪凯格发脾气 因为就在一个小时前 农场最老实的一个住户都找上了门 他投诉最近有一个新邻居买下他对面的地 邻居的边界处正好是赶牛群吃草的必经之路 可他却沿路安了一堆房出来 搞得他现在进出都得顾卡车 让他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才有了开头闯进邻居家内衣 现在凯格跟他好说好商量 可男人还蹬鼻子上了 那就怪不得凯格跟他讲道理了 他将男人放倒一边 然后将铁链两头绑在拦路器和车头上 男人告诉他 你拿走一个 明天我再扑一百个 凯格见他误会了 一把将男人推了下去 凯格也是个硬查的 就这么给他绑在里面 充分给新邻居展示了皇室热情浩克的一面 与此同时 农场里的赛马队彻底磨合完毕 顶级骑手搭配顶级的马子 冠军对他们来说就是囊中之物 这时老约翰接到酋长的电话 说是要送他一份大的 他倒要看看这个曾经的盟友能给他什么惊喜 打开后备箱 正是那个声称自己策划袭击皇室的大胡子 从他口中得知 是一个光头对他进行的指派 但此人还在狱中 所以大胡子就负责在外面聚集人手发动袭击 老约翰知道他充其量也就是个马仔 不过伤害自己的家人他一个也不会放过 这句话永不食言 当天夜里 老约翰送他来到火车站 到达目的地 他并没有着急下手 而是打开大胡子的手铐 这次他要用最原始的西部决斗首刃仇人 你 care to send me to heaven before I park your sorry ass in hell 此时战胜离谱就像个傻小子一样乐个不停 大姐贝斯也是无时无刻不再散发着个人魅力 她生活中如此 工作中亦是如此 热情豪放的贝斯是当之无愧的金融衣 她的才华就连对手都由衷地赞叹 面对背叛过自己的合作伙伴 她不会赢人 事实证明他就是这样做的 贝斯找到财阀公司的老白 表示自己可以为他工作 但要拿到钱合作伙伴所有的控股权 而他的钱合作伙伴 就是因为财阀公司背叛了自己 老白也是十分欣赏这位天之娇女 索性答应了贝斯的要求 毕竟那个老头今天能背叛贝斯 明天就能背叛自己 这样的奸商不要也罢 还未上任 贝斯就开了七个小时的车 闯进前合作伙伴的办公室 这就是性格豪迈的大姐贝斯 如果你对他好 他会尽你一辈子 但你要赶万因他 就别怪他用尽手段 让你倾家荡产 当然他这么做 也不仅仅是为了报仇 贝斯想通过介入财阀公司 替父亲守护黄石农场的每一寸土地 与此同时 黄石农场的赛马队在大赛中拿下金牌 一时间黄石的名声大噪 毕竟拥有这支顶级赛马队 就是想输都难 可老约翰现在的注意力都在报仇上 上次黄石家族差点遭遇灭族危机 现在他缓过境来 下定决心要将仇家斩草出根 按照之前酋长给自己提供的线索 这个光头就是指派不凶的人 而且他的后面还有高人指使 但此人还在狱中 老约翰决定让凯哥去找杰米帮忙 一是让杰米想办法问出幕后真凶 二是测试杰米的心是否还在黄石 其实这个杨子也在老约翰的怀疑名单里 因为之前他就背叛过自己 那还是在杰米不知道两人没有血缘关系的情况下 但不管结果如何 这个幕后黑手老约翰必定将他千刀万务 与此同时 公棚的牛仔们爆发激烈的矛盾 甚至影响到农场正常运营 公棚里不知何时多出几个女 牛仔们争风吃醋大打出手 损坏了农场的利益 大姐夫李普彻底爆发 如果要问谁是皇室最猛的男人 毫无疑问那必定是战神李普 黄爷的外形加上报表的伤害 他的经典名言是 农场主老约翰对他如同亲生儿子 李普也是忠心耿耿 任何有损农场利益的事情 他都会第一时间出手 即便是老朋友也不例外 这里每个牛仔都不是擅长 想要管理他们 只能比他们更狠 这天公棚里两个牛仔爆发冲突 两人打架也不为别的 就是为了新来的女牛仔争风吃醋 李普听到公同的声音赶到现场 然而让他气愤的是 农场资历最老的 还是他最好的朋友 竟然带头闹事 上去哭吃就是一炮子 然后一拳打在腰子上 转身甩飞数十米 整个房间瞬间鸦雀无声 随后他拽起小胡子 本以为事情到此结束 可他实在小看了你牛仔的魅力 看着俩人轻轻无我 老牛仔气就不打一处来 他一把抢过小胡子的吉他 框框就是一顿砸 事已至此 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小胡子刚要动手 老牛仔一记飞镖甩出 这下他可犯了大忌 烙印牛仔之间打架已经是重罪 更别说现在想要取人性命 众人将老牛仔按住 好在没有扎中致命部位 小胡子侥幸逃过一劫 但老牛仔就打了 此时惊动了老约翰 按照常误 坏的规矩是要送进火车站的 可念在他兢兢业业为农场打拼了三十年 老约翰决定给他最后一次机会 从此农场新增益的规定 宫棚里不能再有女人 第二天 老牛仔和小胡子被推进决斗场 任何恩怨出来后必须了结 两人在这里打得天昏地暗 看得出来 这俩人怨气颇深 硬生生从清晨打到黄昏 最后老牛仔略胜一筹 可黄石的规矩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老约翰知道他俩是朋友 于是决定亲自动手 离谱上去抱了抱老朋友 然后哭吃就是一拳 后手重拳如雨点般落在老牛仔身上 为了在众人面前留他一命 最终选择断他一手以示成绩 出来后 离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对老牛仔做的事情 但规矩就是规矩 谁也不能破坏 决斗场内 两人恩怨已轻 电气也烟消云散 牛仔的世界就是这么简单又充满热血 如果说黄石这部剧里谁最阴暗 那除了杰敏应该没有别的人了 首先来看他的故事先 在不知道自己是老约翰养子的情况下 就为了试图被判过黄石农场 那时候他相当于出卖了亲生父亲 而且在得知两人没有血缘关系的时候 甚至未经过老约翰同意 就擅自将土地租赁给财阀公司 老约翰为此和他大打出手 如今他找到了亲生父亲 还给他买了一片牧场养老 要说他对老约翰有这一半孝心 又怎么会被赶出黄石 但杰敏还是有良知的 因为即便自己被逐出黄石 老约翰还是推他当了周检察官 毕竟人心都是肉掌的 一手培养的儿子 他也不忍心赶尽杀族 杰敏又怎么会不明白养父的良苦用心 这天凯哥找到许久未见的二哥 自从上次黄石遭到袭击 他就一直销声匿迹 甚至没有来医院看父亲眼 杰敏表示这两个月 自己一直在为家族奋斗 派紧力保护父亲 还有农场多起违法事件 都是他擦的屁股 凯哥自知说不过 随即表明此行的目的 他送父亲的指令 让杰敏调查一个犯人 此人跟家族遇息有关系 所以让他试试 能不能问出 到底是谁在针对黄石 让凯哥意外的是 杰敏果断答应下来 看来他也不可能是那个凶手 这还是自己认识的那个二哥 送走了弟弟 杰敏找来那个犯人的资料 可当他看到育友名单时愣住 上面竟然有自己 亲生父亲的名字 联想到之前发生的一切 难道是父亲要干掉黄石家族 然后取而代之吗 不过现在还没有证据 为了搞清真相 杰敏给监狱打句电话 并安排了见面时间 他动用关系为光头 得来探亲的额外市场 以此来让其说出 幕后真凶的下落 果不其然 和杰敏猜想的一样 他的亲生父亲 就是袭击养父一家的真凶 得知这一情况 杰敏第一时间找到父亲 可回到家竟然发现 女友和孩子也在这 一家人团聚 杰敏被喜悦冲锋了头脑 父亲的事也被他抛在脑后 然而当他第二次 找父亲时就更离谱 他目光坚定 很明确自己要为皇室报仇 甚至已经把枪口指向了父亲 不料在父亲一顿 鬼迷日眼的说辞下 杰敏竟然相信了 这个杀害他母亲的男人 全然忘记老约翰 对他倾注的心血 这耳根子果然够软 他要是能成事 狗都能自己上锅台 但从两人的对话得知 皇室农场的麻烦远不止如此 他终有一天要干掉 以老约翰为首的皇室家族 然后让自己的儿子杰敏 原来今天是大姐贝斯 打入敌人内部的第一天 还记得他上次遭遇 袭击后的那个眼神吗 贝斯要让所有 与皇室为敌的人付出代价 而财阀公司 就是他复仇的第一站 大家别误会 开除助理可不是为了报复 而是为了他的人身安全 毕竟自己前两任 助理死得太惨 一个让贝克兄弟抱了头 另一个直接捧的炸弹飞上天 即便是豪爽的大姐 也不敢再用助理 随后贝斯参加公司 第一次高层会议 只听了两分钟 贝斯的表情就逐渐凝重 他发现自己小看了对手 要拿下皇室的决心 而且对方在杰敏手上 租赁一块地作为机场 只是整个计划的第一步 他们竟然已经有了 天堂谷的完整蓝图 并且打算将这里 打造成现代化小镇 如此规模的资本入主 大姐贝斯复仇的机会终于来了 与此同时 州长找到老约翰 他表示自己要参选一元 通往最高的权力殿堂 然而他一走 州长这个位置自然就空出来了 他提议让杰敏补上这个空缺 老约翰一口回绝 虽然杰敏是自己的儿子 可他背叛过自己 他认为赋予杰敏的权力 已经太多了 当下又没有合适的人选 于是他决定自己来当这个州长 老约翰给出的理由是 选美一共也就50个州长 而且就连总统也不能干涉州长的事务 由此可见黄石的势力有过恐 不过老约翰这么做 还有另一层目的 那就是抵御财阀公司吞并黄石的隐形 当贝斯听到父亲要竞选州长 时无比激动 因为他的计划就差一位掌权者的支持 一个州长足以让他们逆风翻盘 不愧是黄石的大姐 每一句都在维护农场的利益 第二天 杰米收到州长的新闻发布会邀请 早就得到州长要走的消息 她还以为自己将成为 下一任州长候选人 可刚下楼 就看到几个月未曾谋面的老约翰 养父住院到现在好几个月 她一次也没去看望 咱就说这个场面看着都尴尬 杰米不知道养父为何而来 随后州长宣布了下任州长的信任 杰米刚准备自信登场 可听到名字当场傻了眼 她进入财队公司内部的第一天 就发现对方基于整个黄石农场的土地 作为黄石大姐大 贝斯自然不会轻易饶过他们 首先她找到带领环保人士抗议的金发妹 这是个差点当了她小妈的女人 贝斯告诉她 而且这种方法治标不治本 想要解决问题就要从源头下手 经过一番洗脑 贝斯给她指了一条名路 一家财阀公司正将附近的农场改成机场 如果施工完毕数以万计的动物都会失去家园 就这样 在她的帮助下 环保人士来到施工现场示威 甚至爆发了激烈的肢体冲动 一时间被媒体大肆报道 财阀公司的高层认为 应该已毁坏私人财产对抗议者提起诉讼 可大姐贝斯哪会让他们轻易摆脱此事 她表示应该先赶走媒体 把这件事的影响力降到最低 然后再出动警力对抗议者进行抓捕 以最快速度恢复施工 老白认为她说的合情合理 便将此事交给贝斯去办 这点是对黄石大姐大来说就是小菜一碟 但她却要了一名女记者的联系方式 临走时还告诉女记者 然而就在当天晚上 金发妹发现大批警力来到抗议者营地外围 失去媒体的保护 她连忙给贝斯打去电话 可贝斯却这样告诉她 暴力持续了整整一晚 直到第二天 三百名抗议者全部落网 然而正当他们要撤离时 大批媒体赶到现场 毫无疑问这是贝斯的节奏 昨晚的暴力执法登上热搜 老白等一众高层全都傻了眼 与此同时 贝斯为了继续扩大舆论效应 打给外地的媒体朋友 因为一旦此事发酵成全国事件 财伐公司的事工必定会被干预搁置 只要拖到老约翰上任州长之后 主动权将牢牢掌握在他们手里 另一边 金发妹在贝斯的教唆下判了终身监禁 他无奈只能求助老约翰 两人毕竟有过一面之缘 他本来没必要管这些闲事 但因为贝斯是幕后指示者 老约翰只能动用黄石的力量 硬生生将刑期改为一年 虽然贝斯这么做是为了农场的利益 但他的做法却把老约翰惹罢了 看得出来 为了皇室和家人的利益 任何人她都可以当作工具利用 这就是大姐贝斯的手段 你可以说她粉满 但不能说她无情 这天老约翰准备去镇上找警长谈谈 原来老约翰知道了自己遭遇袭击 都是杰米的亲生父亲单 可他却不知道此人已经出雾 结果刚到小镇 李普就发现情况不对 就在刚刚 他和老约翰正要去吃饭 大姐夫突然察觉到一丝杀气 只见餐馆里的人面面相觑 竟然没有一个在低头吃饭 看到如此反常 两人回到车上假装离开 原来餐馆被几个瓜娃子劫持 警长也因为人之不敢轻举妄动 歹徒让人们拿钱消灾 殊不知死神已经悄然降临 此时老约翰从后门进入厨房 这帮瓜娃子赶在自己地盘洞上 真是活腻歪了 另一边 李普在外面吸引注意 警长健壮偷偷摸向武器 下一秒 这边李普砸碎玻璃 一把拽过瓜娃子 对着脑袋刮哭吃就是一想 两下 随后来到屋里会合 此时歹徒正劫持一名人质 两人上演了一波完美配合 老约翰在前面吸引歹徒注意 李普趁机一枪打在脚面上 店员被成功救下 可警长却危在旦夕 在刚刚的枪战中他身负致命伤 甚至连最后一句话都没跟女儿说完 便当场隐恨东北 不过老约翰也算因祸得福 媒体报道州长竞选人在餐馆致富歹徒 救下一名人质 这一下将老约翰的声望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杰米看到彻底绝望了 他原本还想和这个养父一针高下 试图拿下州长的位置 但现在看来他注定要在养父的阴影下苟延残喘 不过女友却认为这是个机会 只要杰米牢牢抓住财阀公司 为蒙大拿带来巨额经济效益就还有机会 现在的首要问题是和你亲生父亲断续关系 因为他刚出监狱 竞选州长背景绝不能有任何物理 否则便会被无限放大 杰米的亲生父亲在不远处听了个大胆 他没有让儿子难走 主动离开了这个家 这天老约翰像往常一样来喝咖啡 可当他转过头竟然看到一个人 他心想 这个老独子还真有勇气 出于了近海赶留在蒙大马 此时的他已经知道杰米父亲就是幕后真凶 不过现在还不是动手的时机 自从上次家族遭到袭击 贝斯便一直寻找线索 通过蛛丝马迹他锁定到杰米的生父 但直接将其干掉又太便宜他了 他脑海里闪过一个疯狂的计划 这天贝斯找到杰米给他看点东西 迎头就是一个暴击 贝斯拿出手枪告诉他 随后贝斯翻出监狱里光头男的档案 杰米知道事情败露 因为只有光头男知道袭击黄石的是他父亲 结果还没等被斯问他 接着他对杰米开始洗脑 在一顿鬼迷日演的说辞下 杰米眼神开始迷茫 尔根子软就是他致命的缺点 贝斯给了他两个选择 一是他去告诉老约翰 然后打给州长逮捕你们父子俩 紧接着贝斯给了他第二个选择 就是将此事告诉黄石的战神力 也就是他的丈夫 还告诉他自己不能生命 全都是拜你所赐 说完转身就走 听到离谱 杰米终于害怕了 他跪下球被斯饶过自己 这也正是他想要的效果 贝斯给了杰米一条生路 那就是让他干掉自己亲生父亲 杰米也没让他失望 他找到父亲闲聊几句 然后 好家伙 为了生存竟然干掉自己的父亲 当天晚上 杰米来到火车站准备毁尸灭 可就在他拖着父亲时 这就是黄石大姐的手段 不仅让他杀了亲生父亲 还留下照片成为证据 第二天贝斯回到农场 老约翰一直在外面等着他 因为他也是后来才反映过来 贝斯为何着急结婚 肯定是知道了凶手跟杰米有关 虽然这个儿子不称职 但毕竟是自己一手带大的 老约翰得到答案 第四季也来到尾声 这一季留下很多伏笔 黄石第五季震撼来袭 这一季依然没有让大家失望 一经推出 评分瞬间飙到9.1 直接锁定为 2022年西部类美剧天花宝 接下来正片开始 这也是填了上一季的坑 老约翰已保护 蒙大拿原生态的口号 一举拿下州长的位置 而上一任州长成功进入参议院 成为老约翰的中间力量 大姐被司则是 利用手段控制的杰米 或使她一心一意为家族服务 这也是她来宣布 老约翰任志开场来的主要原因 随着权力更别 来到蒙大拿准备一盏 拳脚的排罚公司蒙了 因为他们要拿下的服务 正是现任州长老约翰的 黄石能场 但很快他们就发现一个问题 按理来说父亲当州长 儿子应该会很高兴 可他们在杰米的脸上 没看到半点笑话 老白感觉这是个突破口 于是叫来总公司的专家 沙拉解决问题 而老约翰也着实没让他们失望 在上任的第一天 便一把火烧到财阀公司的头上 老约翰的意图深得名义 这也是他能坐上去的位置的主要原因 随后他又向州议会提 将非居民的财产税提高一倍 还给非居民员员提高了6%的销售税 还有一系列的车辆登记等费用 老约翰就是要告诉世界 没有任何资本家 可以玩弄蒙大麻的生态环境 因为这里就是我们的家 老约翰的目的很明确 选民也为新州长的决策欢呼 可杰米却发愁了 因为财阀公司是他和前任州长 共同招来的 如果暂停会赔偿高额违约金 可能会使蒙大麻的经济倒退几十年 但老约翰并不在乎 他只在乎自己手中 传承了上百年的皇室盟场 对此杰米也是敢怒不敢言 另一边 凯哥因为偷马贼的事忙到晚上 即便凯嫂怀有身孕 他也没法陪在身边 可就在这时凯嫂的肚子有了反应 比预产期足足早了三周 凯哥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 不过凯嫂这边已经等不及了 他一个人带着儿子前往医院 不出意外的话 这里就要出意外了 一头野牛溜溜答答地走上公路 下一秒 因为一场车祸 他失去了还未出生的儿子 凯哥很自责 如果自己在家 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为了抚平凯嫂的伤疤 凯哥放下所有工作在家陪着他 但他们拥有全美最大的私人农场 麻烦是远不止这些 由于老约翰副任州长 黄石农场暂时交给大姐夫全权管理 最近他们发现农场里跑进几匹野狼 导致落单的牛犊子总被袭击 几人救下幸存的牛仔 大姐夫命令牛仔们找到狼群 并干掉他们 按照常规 这应该让牲畜委员会出手 但凯哥最近因为凯嫂的事极为伤神 大姐夫便决定自己处理这件事 这天 两名牛仔终于蹲守到可恶的狼群 他们看到食物一拥而上 在两人精准的枪法下 分分钟就结束了战斗 可让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这群野狼脖子上竟然绑着定位装置 这下麻烦了 这可是国家公园里的野生保护动物 虽然不知道他们为何会跑到这里 但现在的时机很不好 因为老约翰是以保护家园的口号 成功竞选州长 结果现在野生保护动物 死在他的农场 这会对老约翰造成很坏的舆论 两人拿不准主意 于是叫来李普主持大局 李普想出一个两拳其美的方法 他让两人拿下定位项圈 因为这东西12小时没有移动 便会上报有关部门 随后几人模仿狼的行动 轨迹一直走到天亮 来到瀑布旁边将定位装置 绑到树桩上 将它们扔到河里 这样便会一直保持移动 做完这些 几人安心返回农场 但这次幸运的天平 并没有倾向皇室 带有定位的树桩 还没飘出农场 就被障碍物挡住 这也给刚刚上任的州长老约翰 带来巨大的麻烦 与此同时 毫不知情的老约翰公开签署了 暂停天堂鼓的所有开发项目 这才是他当州长的真正目的 杰米很不满养父的做法 因为这会对蒙大麻的经济 造成巨大损失 他竟然敢质疑老约翰 大姐贝斯立刻给他上了一课 看来他忘记了自己凡骨仔的身份 而杰米因为杀害生父 让贝斯留下证据 现在的他哪还有一点州检察官的样子 黄石的战神李普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宁愿杀一千个人 也不愿打死一匹马 因为马子是他在战斗中 最值得信赖的伙伴 可今天大姐夫却一枪干掉了老约翰的作家 这究竟是什么情况 原来在农场主老约翰赴任州长后 黄石农场就交给了大姐夫处理 他收养的卡特每天负责给老约翰的马子六万 结果没注意地面不小心踩进深坑 马腿当场隐恨东北 结果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马子是人类最忠诚的伙伴 但你要是不小心让他摔断了口 与其让他一辈子活在痛苦中 还不如给他一个痛快尽早轮回 大姐夫没有去责怪卡特 而是用行动结结实实地给他上了一课 想当年老约翰也是这么对离谱 现在他这么对卡特 自然也是把他当成接班人培养 然而相比于农场的生活 外面的世界简直乱到离谱 咱们先说说大姐贝斯这里 自从上次他窃取了财阀公司的情报 老白就发誓让他付出代价 与其等着报复 贝斯更喜欢主动出击 他直接找到财阀公司的死对头 利用手中的股权和对方谈判 虽然这个股权在他被开除后没什么实际意 但要是把这个甩给对手 将对财阀公司造成巨大损失 而且这些股权可以控制天堂股一大片土地 如果将黄石和这片土地加入保护房 财阀公司将损失至少十亿以上 依靠这些地痞 男人一年就能净赚几千万 无等万利的买卖谁会不干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能重创财阀公司 贝斯这一手绝对能捅到敌人心窝子里去 另一边 财阀公司的老白找来专家沙拉 他反复观察州长上任的视频 发现杰米天生反骨 他判断此人就是他们打击达邓家族的突破口 但很快一个不好的消息传来 老白因干事不利被总部召回 同时董事会停止了对蒙大麻的投资 不过他并不甘心 临走前让手下通知沙拉 用尽一切手段毁了老约翰一家 很快 沙拉就找到了反骨仔杰米 这个女人不仅长得漂亮 城府也是极深 第一次见面她闭口不谈公司的事 反而约杰米一天后共进晚餐 杰米也是被吊足了胃口 看来这是要放长线钓大鱼的节奏 与此同时 今天的农场格外热闹 原来是老牛仔迎来了58岁的生日 每逢这种特殊的日子牛仔们才难得放松 李普和贝斯也来为好朋友庆生 不过贝斯今天完成了一件大事 决定自掏腰包带大家去酒吧潇洒一下 然而本应该是一个愉快的夜晚 却因为一个女人的出现被彻底打乱 随着一个啤酒瓶子下去 黄石牛仔和女人的保镖打到一起 场面陷入一片混乱 双方一言不合大打出手 很快警方赶到现场 贝斯感觉还是不过瘾 上去又是一炮子 他也因此涉嫌故意伤人被带上警车 然而新来的警长并不给李普面子 他向被打的女人确认起诉之后 便向贝斯说出了他为数不多的权利 就这样 大姐被带回警局 老约翰得知这一消息 派出曾经身为律师的杰米 在她一顿鬼迷预演的说辞下 被打的女人竟然撤诉了 虽然她帮了贝斯 不过两人的恩怨却完全没有缓 回去的路上 贝斯意外发现杰米的车里有婴儿作用 这次贝斯是真的怒了 他现在唯一亏欠的 就是不能给大姐夫一个孩子 而现在给他做绝育的杰米 竟然有了自己的路 无论杰米如何解释 暴怒之中的贝斯都听不进去 随后他告诉杰米 这次杰米是真的害怕 因为他知道贝斯说到就会做到 看到这里四下无人 他闪播一个疯狂的念头 懦弱的杰米还是没能狠心下手 然而贝斯这边的事情虽然解决了 但这个杰米最大的皇室农场麻烦是属世不少 凯哥和凯嫂按照印第安的习俗 找到一块风水堡地埋葬了他们还未出生的儿子 这边刚刚上任州长的老约翰也被警方找上了门 由于之前皇室的牛仔干掉几匹野狼 那个定位项圈也在农场区域被找到 警员告诉老约翰他们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定位项圈是一个环保组织安装的 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并且让老约翰做好被抨击的准备 不过他并不担心 因为自己手里还有一张王牌 那就是之前入狱的环保人士 为了解决保护组织的问题 老约翰提前释放了金发妹 相信有她的帮助 猎杀野狼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进 另一边 杰米和财阀公司的沙拉见了面 两人作为对立方 在这里做了深入且友好的交流 他们做梦都没想到 就在卫生间的外面 贝斯已经悄悄走到门前 他翻出沙拉的正电照拍了下来 可正当他回去查这个女人的时候 才发现沙拉的身份竟然是假的 对方这么急于接近结尾 看来必定是有所图谋 黄石的大姐贝斯又又又动手了 这次的对手是父亲找回来帮忙的金发妹 两人又因何而战乱 原来她自从住进黄石萌场 家里的气氛就显得十分尴尬 而且她还是个素食主义者 总是站在道德之高点评判她的家人 老约翰对她有事相求没有置身 但贝斯可不惯着她 现在的气氛就像没气惯 点一下就着 直到盖特端上晚餐 由于她不知道金发妹也要共进晚餐 所以做的都是一些肉类食物 老约翰不得不替盖特解围 让她以后安排一些素食来做 随后盖特拿来最后一盘烤鸭 这下餐桌的气氛更加尴尬 为了让家人吃上饭 贝斯约金发妹出来散个步 出来后她是一点都不惯了 来了一记先下手为强 金发妹也不是省流的灯 一个过肩摔放倒贝斯 然后用索记将其死死勒住 但论打架贝斯还没服过谁 这时候屋里的离谱坐不住 她倒不是担心贝斯 而是怕她失手把金发妹给打死 此时屋外两人的战斗已经进入白热化 离谱突然开口 他本想劝两人停手 可看他们的架势谁也没打过 于是离谱提出让他们有尊严的绝处胜利 结果贝斯不讲武德率先出手 大姐夫就知道贝斯不会吃亏 金发妹再次努力起身轰出一拳 这一拳直接把金发妹给打了 迪谱用牛仔决斗的方式化解恩怨 这一刻两人的怨气也烟消云散 经此一战 贝斯终于制服了金发妹 黄石大姐的名号也算保住了 回到餐桌上 看着两人一脸狼狈 老约翰去拿几旧销 为了给贝斯留点面子 他叫走餐桌上所有的人 在他们离开后 贝斯吐出一颗牙齿 还是老约翰了解你们 如果今天他们不离开 贝斯宁可把他吞进肚子 老约翰心疼地看着离谱说道 与此同时 黄石农场迎来了一年一度 给牛犊打烙印的季节 可随着时代的进步 牛仔的数量越来越少 整个山谷里都出现 人手不足的情况 所有农场主都向黄石农场求助 老约翰作为州长 自然不能拒绝自己的选民 可以说这个身份 给了他很多变态 同时也带来很多麻烦 不过离谱早就为此做好了打算 随后老约翰叫来秘书克拉拉 他表示未来一周将在农场办公 取消所有排好的会议 接着又让秘书邀请媒体 他要向世界展示 蒙大麻州是如何 以畜牧业来生存的 面对这个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州长 秘书也很无脉 大姐贝斯听说黄石的人 都要外出赶 他找到离谱 表示自己也想参加 和大姐夫表示 那里环境会很艰苦 话语间根本没有带他去的意思 贝斯一听就不乐意了 表示自己会在他们离开货飞到拉斯维加斯 体验一下那里的肌肉猛烦 好家伙 离谱当场就改变了主意 随后正式邀请贝斯参加农场的放年火 黄石的人为了赶牛芒的不可开交 这边杰米却爽翻了天 财阀公司的大美人萨拉每天都对他投怀送抱 白天在办公室里 晚上就去酒店 连他自己都感觉有点不真实 杰米自认为他的魅力不可能这么大 只是见了一次念就能如此深入了解 看到杰米怀疑自己的目的 萨拉也不再隐瞒 原来他想帮助杰米上位州长 然后恢复财阀公司在天堂股的开发项目 达到双赢的目的 天生反骨的杰米心生动摇 看来他已经准备好再次背叛老约翰 毕竟他基于州长的位置已经很久了 特勤局在印第安保留区大肆射杀流浪狗 而这一切只是为了保护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 他们竟然认为流浪狗对总统构成了潜在威胁 这边老莫一家正吃着早饭 突然屋内一阵剧烈颤动 老莫连忙走出房间 才发现保留区竟然闯进数架武装直升机 作为部落的安全事务主管 他第一时间赶到事发现场 发现大批武装力量封锁了碎岩区 而且就连酋长都不知道这件事 士兵让他靠边等待 就在他向酋长汇报情况时 却发现有士兵在射杀流浪狗 老莫连忙上去阻拦 却遭到士兵制止 他表示那只是人家养的宠物并不是流浪狗 随后又问这里究竟要举办什么活动 士兵没有说具体行动 只是告诉他 老莫这才确定是那个大人物要来的 很快 酋长赶到现场 一个面向刻薄的女人迎面走来 此人是美洲原住民事务总监 酋长也猜出他的意图 自从老约翰尚未解除了财阀公司的合约 他的态度就让总监很失望 这才让他利用自己的身份请来总统为马丁竞选 酋长表明自己的态度 谁来当选都无所谓 但让外人插手保留区内政 这多少有点没有底线了 随着总统专机抵达 他的酋长置位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与此同时 黄石农场的赶牛活动已经开始 在众人的骑星鞋座下 这次赶牛很顺利 白天他们策马奔投 到了晚上就席地而睡 农场的生活让人羡慕不已 可就在这次活动中 老约翰也失去了他最好的朋友 第二天清晨 埃里特便再也没有睁开双眼 老约翰没有悲伤 反而替老朋友感到庆幸 因为这才是牛仔最终的归宿 就像战士战死沙场一样 他立刻赶回营地 埃里特的妻子看到老约翰一个人回来 心中生出一丝不祥的预感 当老约翰确定他的猜测 女人再也控制不住眼角的泪水 他做不到老约翰那么豁达 余生还很长 最爱的人却离他而去 然而就是这个不经意的举动 却被邀请的媒体捕捉到 甚至在日后传承了一段佳话 美国参议员也来到这里 因为明天总统就要到赫拉来了 他提醒自己的情人去见一下总统 不料老约翰一脸不爽 表示自己跟那个傻貌没啥好聊的 而且自己还要给牛犊打烙印 没时间见什么老十字总统 如果想见面就让他来找我 我顺便给他也打上黄石烙印 这就是热情好客的黄石人 不管你是谁 老子的牛群和农场是最重要的 作为黄石唯一有经商天赋的大姐贝斯 给老约翰算了一笔账 黄石农场现在常年处于亏损状态 也就是说 现在的农场除了情怀 他们一毛钱也赚不到 市场上一斤牛肉的价格大概是30左右 而黄石现在沿用的是 100年前出售整牛的商业模式 毕竟还卖不到两块钱 此消彼涨之下 黄石农场都不用外力入侵 自己就得宣布破产 再加上今年的赶牛活动出现问题 牛仔们发现很多野生牛毒死于布鲁斯军地 这种病毒对牛群有着毁灭性打击 他们必须远离这些有毒牧场 因此老约翰决定将牛群赶到南方 这样就不用因为病毒而发愁 可代价却是每个月支付140万的租地费 为了牛群老约翰不得不去贷款 这种老套的方法让贝斯很偷偷 一年140万他都不会接受 这明显就是亏本赚吆喝的买卖 他下定决心为黄石找到一条合适的商机 而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询问近期发展良好的四六牧场 贝斯发现他们的牛肉都是在网上统一销售 而且早早就卖完了800万磅牛肉 价格也比正常销售模式要高 毕竟原生态牛肉很受大家欢迎 这条消息如同晴天霹雳 让贝斯茅斯顿开 他立刻找到父亲 可老约翰却表示包装就是个大难题 他有绝对的信心让农场恢复收益 贝斯为了家族利益绞尽脑汁 可他的好二哥杰米却想着怎么将父亲赶下台 财阀公司得知老约翰竟然将农场交给了信负基金 就连土地也放在了保护地义权里 你怎么能让他做这件事 杰米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看到父亲做事如此决绝 他一时也想不到什么好办法 因为现在他们在想收购黄石农场 将要面对的不仅仅是黄石家族 还有环保组织和法律辩护基金 然而萨拉早就有了应对之策 他表示财阀公司将会起诉蒙大拿州恶意谈判 一旦胜诉 整个州将拿出40亿的赔款 蒙大拿就会破产 随后萨拉又向杰米吹了耳边风 让他以司法部长的身份弹劾老约翰 无论是哪个计划成功 杰米都会登上州长的宝座 届时再恢复天堂谷的开发项目 让蒙大拿的经济飞速发展 他这个州长就会众望所归 反顾在杰米被忽悠的一愣一愣的 甚至已经被起了弹劾老约翰的发表言论 看来他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要是让贝斯知道这件事 他的好日子也就算过完了 顺便给大家屁个谣 黄石农场每一个烙印牛仔 都是烫上去的烙印 可没有闻的 甚至还有粉丝说实话的 不要问我咋知道的 因为大姐夫离谱就是这么告诉他 樊姑仔杰米吟忍半计再次出手 这次他要攻击的对象 是抚养自己成人的老约翰 他在弹劾大会上 直接指出养父的独职行为 以及恶意取消天堂谷的机场开发 给蒙大拿带来巨额赔款 导致经济倒退几十年 还控告他违反了 自己任职实力下的事业 州长就该与州里的利益为中心 现在因为他的一言堂 导致成千上万个工作机会毁于一代 还有接二连三推出的 非本地居民的政策 让蒙大拿最大的收入来源 旅游业濒临灭举 整个州的经济都停滞不前 不得不说 杰米是真有勇气 这番言论相当于 直接选择了和皇室敌对 然而此时的老约翰 还不知道自己已被弹劾 他和参议员正在为印第安酋长站台 他们要全力阻止两条管道通过碎盐区 因为这不仅会影响保留地的饮用水 也会对蒙大拿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这时助理看到州长被弹劾的消息登上热搜 场内一片哗然 直到有人递上手机老约翰才知道发生了什么 现场的媒体纷纷上前看州长如何回应 老约翰告诉他们应该以环境保护为大局 弹劾的事情自己会去除 随后便离开了现场 回去的路上 匿数表示杰米的说法根本没有依据 整个弹劾过程都是他自己通过一项 因为真相不一定能得到胜利 只有利益才会 他知道这次的天平已经不再向自己清醒 与此同时 在黄石农场里的金发妹给贝斯看了一条视频 看到杰米一脸欠揍的弹劾父亲 那血压蹭蹭往上窜 就差拎着40米大砍刀直接给他劈了 直到他看到杰米的支持率为67% 老约翰成为了蒙大拿第一个被弹劾的州长 本来他想找离谱去解决此事 但大姐夫正要带着牛仔的去德州放屁 贝斯只能用自己的手段 他连夜赶到杰米家门口 杰米通过监控看到是贝斯 心头一颤 立刻穿好衣服下楼 他知道这次贝斯绝不会放过自己 杰米仗着自己的力气比他大 想将他赶出家门 不料贝斯上去就是一板砖 然后警告杰米 让他明天照开新闻发布会 引就辞职 否则自己就把他杀害生父的照片 传到网上 本以为杰米会因此害怕 不料他根本不在乎 贝斯听到差点惊掉下巴 他以为杰米上次的抛尸地点 是随便选的 殊不知那个峡谷隐藏了 皇室家族一个世纪的秘密 杰米跟他全盘拖出 紧接着他又说自己这么做 都是为了农场着想 因为传统的销售渠道已经过时 只有让财阀公司在天堂堡建立机场 将蒙大拿开发成旅游城市 皇室的利益才会最大化 作为商人 他说的这些贝斯都懂 可他将老约翰作为攻击对象 那就不能怪自己手下无情 出来后的贝斯立刻返回农场 此时的老约翰可以说强倒众人推 这次的弹劾事件登上热搜 上次农场射杀野狼的事情又被扒了出来 正在几人商讨如何应对时 贝斯出现了 外人根本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老约翰知道瞒不住 便让参议员和秘书回避一下 屋内只剩下妇女俩 贝斯想知道火车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这也是老约翰第一次正面解释他的含义 贝斯越听后被越发聊 因为杰米也知道这件事 而且他现在也有想法拿此时做文章 一旦让他得逞 别说州长的位子不保 整个黄石农场都得受到牵连 被撕动了杀影 虽然杰米是他的养子 但老约翰倾注的感情不亚于其他几个孩子 对此他选择了承诺 与此同时 被打的杰米感觉到贝斯的眼神充满杀影 为了以防万一 他询问萨拉有没有什么杀手或者组织的联系方式 从小到大贝斯都压自己一头 这次他想把主动全握在自己手中 对于这种事 萨拉略知一二 他知道有一个组织可以在干掉目标后伪装成意外事 只要说出他的意图 剩下的事情交给自己去办 至此杰米完全走到了黄石对立面 他选的这个时机很安稳 正好赶上大姐夫李普带着牛仔们去德州放牢 短时间根本赶不回来 是黄石最虚弱的时候 不过好在海豹出身的凯歌搬回农场 弥补了李普不再的问题 接下来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一边是有财阀公司支持的杰米 另一边是底蕴十足的黄石农场 究竟谁能笑到最后呢 E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